所以他真的在中國真的在韓國辦的Freehug 然後也成功的拍成影片 然後給日本人看 那日本人看到以後就很興奮嘛 說天啊真的有中國人敢幫日本人 然後真的有韓國人敢幫日本人 然後大家就開始群眾募資給他 就說那你要不要去其他國家 你要不要去北京辦 你要不要去馬來西亞 你要不要來台灣 你要不要去伊朗之類的東西 開始不斷的有人拿錢請他去旅行 那我就也邀請他來我們學校跟學生分享 那他分享的狀況其實還蠻可愛的 他一開始就跟學生說 欸請問你們有沒有看過日本的電視上以外 沒有嘛不過可能現在看到了 那他就問你們有沒有跟日本人講過話 可能之前沒有不過現在也有 那接著就問那你們有沒有摸過日本的 絕大部分的學生應該沒有 OK 他請所有的學生把右手舉起來 然後他就會下去跟所有的學生拍手 就摸學生的手 然後他堅持摸完一圈以後 然後就跟他說你看 就算我是日本人 我還是有血有淚 我還是有血液的 我的手也是有溫度的 並不代表說我是從另外國家來的人 我就是一個外型人或是一個異類 我們還是同樣都是 然後他會跟學生介紹他在台灣的故事 他在歐洲 欸他在外面旅行的故事 然後他會怎麼辦free talk 然後跟學生介紹日本 然後給學生辦 跟學生說 欸如果我在辦free talk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試著跟我擁抱 狀況就像這樣 但是我懷抱一下 漫長的心裡 謝謝 我好像他在、他睡 photographer 休息一下 好 听到你的歌 我听到说 这一首歌 因为我认识 我认识 现在我认识 他 law 我认识 它是怎么回事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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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的就在哪裡嗎? 那個高雄的新倦甲 所以他基本上每次來台灣辦活動 無論是環島或是辦FreeHug 都是透過這樣的活動跟向台灣人感激 說台灣之前三億台叫的事情 就是台灣是捐款最多的國家 無論是說台灣人感激 だからみんな気が付いて だらけて食べてちゃダメになる よ結局やる気ある奴勝ち 全部汚れないわ さあ僕があなたとあなたに 今越して捧げよう 好好的 好好的 開封 好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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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i know I don't know what I'm saying 所以啊,我要講的是,其實對於大部分的台灣人家長來說,他們是很難想像你可以靠著抱人為生的 就是,這算是什麼樣的一個工作啊? 然後也會有人質疑說,那你抱完了,然後呢,你跟別人有抱這個社會有什麼貢獻嗎? 嗯,覺得好像有,可是又很難解釋說到底有什麼貢獻 可是我會覺得,其實,也許擁抱別人並不能改變什麼 可是至少,剛剛看到的那一串影片,至少你是笑著看完的嘛 就是你看到別人跟別人抱你會不自覺的想要笑嘛 那,你會發現說,其實,你要再給別人快樂,你根本不需要任何資格 你擁抱別人是一定任何人都做得到的事情 但是,你知道我剛剛看到那個小男生嘛,就是衝過去抱他那個 那幾個,有好幾個,第一堂課抱完以後,之後的第二堂課,第三堂課,第四堂課 他就會去別的班級嗎? 有好幾個會在第二堂,第三堂,第四堂的時候,在他快要講完的下課以後 又跑到,就是下課中一想,他們就會跑到那堂課的教室,然後去門外等著他 等著再抱第二次或第三次 然後你會覺得說 當然你一方面會覺得那群小男生很糟糕啊,就是 就是,這麼缺抱嗎? 可是你會覺得,好像真的很缺 就是,為什麼這群小男生或是那群小朋友會這麼想要 抱第二次或是第三次,第四次 為什麼他們這麼想要去抱這個外國人 也有完完全全陌生的人 只因為這個外國人,這個陌生的日本人說 如果你們想要抱的話,他很歡迎跟他們擁抱 你會覺得說,其實 當你看到這些小朋友這麼開心或是這麼需要 想要去抱別人的時候 是不是代表他們其實平常根本沒有人去抱他們 那你會覺得說,其實這明明就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為什麼他們會這麼缺乏 所以我會覺得,也許你擁抱別人並不能改變什麼 但是對於看到的人來說,他心情會很好 而且,為什麼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現在社會上卻 這麼缺乏 OK 然後,當然有時候我們也會請他們來跟他們分享一下 他們國家的語言,教學生 比如說西班牙文怎麼講啊,或是德文怎麼講 所以我很確定他們講完後就忘記了 不過啊 造成了一些改變 一些小小的改變 就是 呃 這個男生你們看得出來他是誰嗎 他是之前,我剛剛第一個介紹的那個斯洛伐克的男生 那,他來到我們學校等當天 其實早上 學校都在忙 我自己也在忙 我沒時間理他 那我就把他丟給一個學生的班 一個班級的學生 然後就跟他們說 欸,他跟你們一起參加畢業典禮的預言 那你們就負擇照顧他 不要讓他死掉就好了 那,過了幾個小時以後我回來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那你過得還好嗎 他說,很OK啊 那邊的學生跟我聊天聊得很好 然後他會跟我介紹 比如說他們在玩一個遊戲啊 或是跟我介紹台上的人在幹嘛 雖然那個女生就把台上那個在彈小梯 在彈平那個鋼琴的女生 說成他在play violin 然後他的事後非常非常自責 對,可是 對於那個斯洛伐克的男生 當下就跟我說 他覺得接待照顧他的那個女生 英文講得很好 然後我就說,哇 也還不錯 然後我就把他的故事寫下來 等到我離開學校以後 把這些故事放到網路上去 那,那個女生說 他已經高中生了 他說他 在高中電腦課的時候 打開那個網子 然後看到說那個 斯洛伐克的男生說他英文很好 他當下直接在電腦教室裡面 大叫 然後 就被老師叫起來巴掌 就是 他非常非常意外說 他自己竟然 有可能被別人認為他自己英文是講得很好 他甚至原本是完全不敢相信他自己的英文 是別人聽得懂的 那 對於他來說 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大的鼓勵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 那你如果這麼開心的話 你就寫個板子 然後我幫你傳給他 跟他說謝謝 所以 他那個時候也很擔心說 都已經過了半年了 他怎麼可能還認得我 之類的 那我就說 管他你就寫嗎 就好他就真的寫 然後就寫說 阿浩伊是捷克文的哈囉 阿浩伊然後 Andre 謝謝 之類的 傳給他 他就拍照完 然後傳給我 然後就傳給那個斯洛伐克的男生 那 這個斯洛伐克的男生 看到以後 也是嚇到 他不敢相信說 他半年前來的學校 竟然還有學生記得他 而且還特地為了 跟他說謝謝 他也做了這樣事情 所以 他又寫了一個板子 然後回去給他 然後跟他說 謝謝 然後 那個女生看到你以後 又興奮了一次 然後給你看那個斯洛伐克的男生 然後我們學校拍的影片 呃 短短的 I live in my spirit I live in my spirit I study English How is the new name I liv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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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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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学生分享 做这些我们会觉得明明就是白纲 白宫的事情